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的第一条新闻来自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签署了一项新法令 规定俄罗斯将识别美国资产 包括证券 以作为美国冻结俄罗斯资产的补偿 这一举措正值七国集团讨论 如何利用大约3000亿美元的冻结俄罗斯资产之际 俄罗斯的报复能力因外国投资减少而减弱 可能会转而针对私人投资者的资产 这项法令列出了证券 不动产 动产和财产权利 作为可能被扣押的资产类型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NVIDIA 在人工智能市场的主导地位 NVIDIA控制了数据中心用GPU市场的90% 其最新的Blackwell芯片 预计将进一步巩固其领先地位 竞争对手AMD和Intel 分别占有3%和7%的市场份额 两家公司都在努力推出 AI驱动的个人电脑 已与NVIDIA竞争 微软最近推出了 尤其AI平台Copilot支持的电脑 并预计明年将售出超过5000万台AI电脑 AMD和Intel都声称 已经发布了首款AI电脑芯片 并计划到2025年 交付超过一台AI电脑芯片 最后一条新闻 是关于美国的劳动市场 上周 美国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下降了8000人 降至21万5000人 显示出裁员数量仍然处于历史低位 这一数据被认为是美国裁员数量和劳动市场走向的指标 失业率已连续27个月保持在4%以下 这是自1960年代以来最长的一次 然而 科技和媒体行业的公司 最近宣布了更多的裁员计划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 详细说明 俄罗斯对美国可能扣押其资产的回应 根据这项法令 俄罗斯将识别美国的财产 包括证券 以作为补偿俄罗斯在美国冻结资产遭扣押所造成的损失 这项法令授权俄罗斯政府的外国资产销售委员会 识别相关财产 并表示补偿决定将在法庭上做出 G7谈判代表已经讨论了数周 如何最好的利用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金融资产 如主要货币和政府债券 这些资产在2022年2月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后不久被冻结 普京的法令列出了美国拥有的证券 不动产 动产和财产权作为可能被扣押的资产 前总统梅德维杰夫上月承认 俄罗斯拥有的美国国有财产数量微不足道 任何俄罗斯的回应将是非对称的 重点是私人个人资产 许多外国投资者的资产 包括个人和主要美国投资基金的资产 都存放在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后 引入的特殊C型账户中 这些账户中的资金未经俄罗斯当局许可不得转出 日经亚洲报道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NVIDIA 连续第三个季度报告收入超过三倍增长 并对今年余下时间持乐观态度 尽管如此 竞争对手们正在加速推进 试图夺取这家在AI热潮中成为代名词的美国芯片 制造商的领导地位 OpenAI 微软和谷歌本周纷纷宣布或承诺 推出更强大的AI模型 更好的人工智能互动 以及全能的虚拟助手 这些助手可以从玩视频游戏 到处理每周的购物 随着科技巨头和初创公司 竞相开发更好的AI产品 为这些应用提供动力的半导体竞争 也在升温 NVIDIA在数据中心使用的图形处理单元 GPU市场中占有超过90%的份额 这一领先地位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 该公司开始出货 其最新的Blackwell芯片时进一步增长 NVIDIA的数据中心业务 在2023年创下了475亿美元的收入记录 这一增长势头延续到今年 最新季度的数据中心收入达到226亿美元 同比增长427% 与之相比 竞争对手如AMD和英特尔的数据中心收入 分别为65亿美元和155亿美元 NVIDIA在AI训练领域的主导地位 使其他芯片制造商将战场转向本地AI 专注于AI功能的PC 微软宣布了尤其AI平台Copilot驱动的PC 并预测这一新兴领域将有强劲需求 美联社报道 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上周下降 尽管联邦储备局试图放松劳动力市场 但裁员仍然处于历史低位 劳工部报告称 截至5月18日的一周内 失业救济申请人数减少了8000人 降至21万5000人 前一周位22万3000人 四周平均申请人数上升了1750人 达到219750人 每周失业救济申请 被视为美国每周裁员数量的代理指标 并且是劳动力市场走向的迹象 自2020年春季COVID-19疫情袭击美国以来 失业救济申请人数一直处于历史低位 联邦储备局自2022年3月以来 已经11次提高基准借贷利率 试图抑制40年来的高通胀 许多经济学家曾认为 快速加息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 但由于强劲的消费支出 就业机会仍然充足 经济依然健康 4月份 美国雇主增加了17万5000个就业岗位 这是6个月来最少的一次 就业市场可能最终开始降温 失业率回升至3.9% 并且已连续27个月保持在4%以下 这是自1960年代以来 最长的连续低失业率记录 南华早报报道 由于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 紧张局势加剧 一些中国风险投资公司 开始将目光投向南亚和东南亚地区 寻求扩大业务的机会 Gobe Partners的联合创始人 兼董事总经理Thomas Sow 在澳门的Beyond Expo上表示 他们正在关注巴基斯坦的机会 因为该国拥有年轻的人口 互联网和移动银行的普及率不断提高 以及政府为投资者创造的有利环境 CAO指出 从政治角度来看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相当密切 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 在这次亚洲最大的技术创新趋势活动中 超过500位演讲者和800家展商汇聚一堂 包括医疗保健 可持续发展和消费技术等行业 明星如足球明星兼企业家David Beckham和歌手王嘉尔 也受邀参加了座谈会 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 CATL和澳门政府宣布了一项协议 旨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绿色发展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大陆最大的合同芯片制造商 中芯国际SMIC因强劲的国内需求 成为全球第三大集成电路IC代工厂 尽管受到美国政府的严格制裁 上海的中芯国际在第一季度 占据了全球芯片代工收入的6% 根据技术研究公司Counterpoint的报告 中芯国际仅次于行业领导者台积电TSMC和三星电子Samsung 中芯国际的销售预计在本季度将录得两位数增长 这反映了其服务国内市场的战略转移 帮助减少了美国技术制裁的影响 根据其最新的财务结果 中芯国际在第一季度从大陆客户中获得了82%的收入 Counterpoint的最新报告显示 由于非人工智能AI半导体需求的缓慢恢复 该行业在今年前三个月的收入同比下降了5% 然而 AI芯片的需求预计将在今年保持强劲 并可能延续至2025年 Mickey Asia报道 意大利公司Leonardo的CEO Roberto Sindelani近日表示 在日英一三国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斗机的计划中 防务承包商应该评分投资比例 此前有媒体报道指出 可能会出现4比42的所有权分配 对意大利不利 Singolani在罗马的Leonardo总部 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希望看到三分之一的投资比例 和工作分配 三国将在英国建立合资企业 并在未来几个月内确定工作分配细节 这项计划旨在到2035年开发第六代战斗机 对于日本来说 这一安全伙伴关系使其能够超越美国 并获得自主防务设备的能力 Singolani指出 技术规格和工作分配的确定 将是下一步的重点 并强调供应链的分布 将对各国的国内防务制造业发展至关重要 他还提到 未来可能会引入更多合作伙伴 以分担财务负担并扩大出口市场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智能手机和电动车制造商小米 在第一季度的收入年增27% 达到755亿元人民币 约105亿美元 超出市场预期 智能手机出货量回升 使得手机销售额增长33%至465亿元人民币 占总收入的62% 尽管总利润略微下降1%至41亿元人民币 但小米的电动车业务进展顺利 首款轿车SU7在三月底亮相后 截至4月底已收到88063辆的订单 并于5月15日交付了1万辆 公司总裁卢伟斌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小米计划在2024年底前 在中国50个城市开设200家电动车门店 并将智能驾驶团队扩充至1500人 预算15亿元人民币 小米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中保持第三大供应商的位置 市场份额为14% 但在中国内地市场排名跌出前5 主要因为华为技术的5G手机Mate60系列 强势回归 半岛电视台报道 象牙海岸的可可农民 在巧克力公司利润飙升的情况下 仍然难以维持生计 65岁的马涅 阿库阿在南部村庄阿布德的可可农场工作 他表示 由于天气和害虫的影响 最近几个季节的收成都不理想 象牙海岸和其邻国加纳 是全球最大的可可生产国 但受厄尔尼诺现象和气候变化影响 产量大幅下降 农民基督教 库阿西表示 农民无法对可可价格有任何发言权 需要政府进一步提高价格 以帮助他们生计 2024年4月 象牙海岸政府将可可豆的每公斤价格 提高到1500西非法郎 约2.48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然而 尽管价格上涨 象牙海岸的可可农民 仍希望在未来的季节中 获得更多的增长 Yahoo US报道 根据信用评级 机构Fitch Ratings的最新报告 田纳西州的房价 被高估了两倍于全国平均水平 报告估计 2023年第四季度 全国房价被高估了11.1% 而田纳西州的房价 被高估了20%至24% 2024年3月 田纳西州的房屋中位数 售价为378600美元 比去年同期上涨约6.2% 需求高涨和供应不足 是导致田纳西州 房价飙升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在疫情后 人口增长迅速 孟菲斯和纳什维尔 是被高估最严重的 两个大都市区 孟菲斯的房价中位数 为17万2000美元 而纳什维尔地区的房价 中位数为47万4990美元 专家认为 房价不太可能 在短期内大幅下跌 因为供应没有显著变化 而需求却在持续上升 南华早报报道 瑞士农业科技巨头 先证达集团 和美国环保组织 大自然保护协会 PNC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恢复中国、巴西和美国 数百万公顷的退化土地 以应对气候变化 这两家机构 自2009年起合作 并于2018年 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此次三年合作的续签 将重点放在 推广再生农业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改善土壤健康 和保护栖息地 先证达的可持续发展总监 Petrox表示 农业不仅要满足 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需求 还需要应对气候变化 和保护自然资源 再生农业 旨在通过培育和恢复 土壤健康 保护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来逆转气候变化 同时提高农场的生产力 和盈利能力 先证达指出 如果大规模实施 再生农业实践 可以在未来25年内 将超过10%的碳排放 吸收到土壤中 雅虎美国报道 亿万富翁投资者大卫 泰珀David Tepper在今年第一季度 大举购买了三只人工智能 AI股票 同时卖出了亚马逊 谷歌母公司Alphabet 微软 脸书母公司Meta平台 和英伟达的股票 泰珀大幅增加了 对阿里巴巴集团 NYIC Bob的持股 使其成为阿帕卢萨管理公司 Appalusa Management 投资组合中最大的持股 阿里巴巴的股价 在第一季度下跌了近7% 但在4月和5月上涨了10% 泰珀还大幅增加了 对甲骨文 MYSE ORCL 和拼多多控股 NASDAQ PDD的投资 认为这些公司的估值 和增长策略 具有吸引力 甲骨文的云收入 在最新季度 同比增长25% 而拼多多的收入 同比增长131% 调整后的盈利 同比增长超过三倍 尽管阿里巴巴和拼多多的股票 存在中国政府 可能采取行动的不确定性 但泰珀认为 这些股票的估值较低 具有长期增长潜力 南华早报分析 如果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今天举行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很可能会获胜 尽管美国总统乔拜登 在疫情后 推动了经济复苏 但他的民意支持率 仍低于特朗普 金融市场对特朗普 第二个任期的前景 并不担忧 许多投资者认为 特朗普的减税和放松监管政策 对商业更有利 然而 特朗普的政策 可能会对美国民主和全球经济 产生深远影响 包括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 和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 投资者低估了这些风险 忽视了特朗普 对国内外议程的影响 随着选举临近 投资者需要认真对待 特朗普重新当选的风险 并关注可能对市场 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变化 Yahoo US 随着唐纳德 特朗普朝着与总统乔·拜登的 11月复赛选举迈进 他的在线帖子 正在重新激活 他过去几年支持的一个关键元素 QAnon阴谋论 尽管QAnon在特朗普离任后 逐渐淡出公众视线 但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上 再次放大了这些思想 根据自由派监督组织 Medium Matters的一项新研究 特朗普在过去两年中 已重新发布或推广了 超过800次 与QAnon相关的账户 专家表示 这种支持相当于 对一个与犯罪行为相关的 危险运动的默许认可 从1月6日国会骚乱 到孤立的暴力 和甚至谋杀案件 特朗普竞选团队 没有回应有关QAnon的评论请求 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 对该运动表示赞同 今天他在集会上鼓励 QAnon的口号 并播放与QAnon相关的歌曲 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在玩火 特别是在国家 已经如此两极分化的时刻 Associated Press 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 在上海开始建设其 Megapack储能电池工厂 这是特斯拉在美国以外的 第一家电池工厂 特斯拉于2019年 在上海开设了一家电动车工厂 组装的汽车 销往中国、欧洲和其他海外市场 该工厂预计将在2025年初 开始大规模生产 初始年产能为 1万个Megapack单位 每个Megapack可以存储超过3.9兆瓦时的能量 足以为平均3600个家庭提供一小时的电力 随着太阳能和风能的增长 这种储能装置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为它们需要在天气条件不利时存储电力 以供住宅和商业用户使用 中国是安装风能和太阳能容量的世界领先者 因此成为了能源储存的主要市场 Bloomberg欧元区工资增长 在2024年初未能放缓 这对欧洲央行官员来说是一个警告信号 他们希望通过工资增长的放缓来维持通胀的回落 根据欧洲央行的数据 第一季度的协商工资同比增长了4.7% 高于2023年最后三个月的4.5% 并与去年第三季度创下的记录持平 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 工资增长会下降或保持稳定 德国联邦银行表示 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工资 在1月至3月间上涨了6.2% 这得益于免税的一次性支付 以补偿工人不断飙升的生活成本 尽管消费者价格大幅放缓 但政策制定者表示 实现2%的目标取决于工资 企业利润和生产率之间的相互作用 随着近年来供应冲击的消退 剩余的主要担忧 集中在由劳动力成本驱动的服务业通胀上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